嗨,大家好,我是Cash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在交易外汇里面的系统重要吗? 我曾经遇到一些人,他们告诉我 其实交易外汇不需要任何的这些系统 那么你就可以在外汇里面去盈利啊 甚至说可以把这个风险降得最低 但是首先你要付出的呢,就是要很多时间去管盘啊 那么我想了又想,好像是对哦 那么为什么我会想对呢? 其实你看得越久,在这个外汇,这个NT4啊,这个NT5都好 你看得越久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慢慢发现 其实这个图呢,已经进入了你的脑海中了 那么你进入你的脑海中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当这个图出现,这个图出现,这个图出现的时候呢 你才敢去进场嘛 那么,久而久之,这个是不是变成了一个系统的 对不对? 所以呢,在交易外汇里面呢 其实系统呢,其实系统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么,打个比方啦 OK 那么,在我们交易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其实可以有赢,也可以有输 赢的时候呢,在什么时候你可以拿更多个点数 甚至输的时候呢,你可以减少这个风险了 OK,那么我们讲赢的先 赢呢,在外汇里面,我们有称为的所谓的就是最高点啊 最低点啊,其实是没有的 那么,要怎样去正所谓的 如果你买做空,你买它低 如果你买它深的话呢 那么正所谓呢,你要知道最高的价位是多少 跟最低的价位,你做空的时候呢 你需要拿多少个点数 这些都是一个系统来的 OK 同样的 止损 止损就是我们所讲的SL啦 那么在SL的部分呢,也是同样的 你看 很多人在交易外汇里面 在这8年 在这8年 我接触外汇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 所以在这8年的时候,我看到 真的有太多人呢 不懂去怎样运用系统上的这些止损的方式啦 OK 那么,我打个比方 OK 当你在驾车的时候 你看到前方 哇,现在前方有一棵树刚刚倒下来 那么你会 采取什么行动呢 你会all the way 踩又直接冲过去呢 还是停下来 打double signal 告诉大家呢 开始这个车速要开始缓慢了 OK 你会这样做 我的话呢 我很简单 我如果看到前方速倒下来的话呢 我一定会打double signal 然后呢 把车停下来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就开始慢慢慢慢停下来 开始慢慢走去前面呢 看向有没有能力把前面的东西 这些阻碍把它移开 那么大家就可以顺利的通过这条道路了 那么如果你是什么选择的话 你也可以留下留言让我知道 OK 好 你看这些就是交易系统啦 不管你是盈利也好 你要拿多少个点数也好 你要有系统 你要输的时候呢 你要也有系统 那么这些系统呢 其实在交易的时候呢 可以让我们大大减少很多风险的 一大部分人 有一大部分人 不懂运用这些系统 让他在交易上的时候呢 可能让他走的路呢 比较忐忑 OK 比较困难 那么如果你会运用这些系统的话呢 你也是会比较跌跌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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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原来你跟这系统做交易 跟这系统所做的这些交易的模式的话呢 这些格局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其实前面跌跌撞撞撞的东西呢 这些经验呢 可以让你把后面的这些路呢 走的越远的 好不好 所以你看 交易系统其实 在外汇里面重要吗 你能让我知道 OK 好那么我希望呢 在这个直播里面 在这个影片里面呢 大家可以知道 外汇其实还有什么东西 需要注意的 那么留守着我的影片 我会一直不断的更新 让大家知道 在外汇里面呢 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的 我是Kash 那么我们在下个影片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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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